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也是在我這個籃框拔球 不過TJ今天其實就是希望TJ趕快上去磨練一下 那我們希望在後面的這個球賽能夠讓一些年輕人趕快上去磨一些膽識 兩邊的射手在今天一開賽都有空檔出現 舒豪要開一個後門 拿架兩分 今天林舒豪幫助球隊開槍 又位 又是一個後門 這是鋼鐵人慣用的伎倆 對 連續三場比賽攻下25分了 好比一個25分公務員 哇 文德這一球接得漂亮 林舒豪助攻 李家康 上身體的防守 林舒豪還是找到副手的空間 難度非常高 林舒豪 李家康的最後 逃火球之術終於在第四節上演了 今天投籃真的林舒豪 交給關達又繞過了阿粉 地板給球 這邊傳了個到位 林舒豪抄解 前場快攻的機會 送給了張傑 再拿下分數 這個球好強喔 艾爾斯 在高位 林舒豪斷球 前場的機會 林舒豪交給動彈的隊友 陳宥偉的飛身上籃 現在傳出來 夾晃之後 這邊要來切 蘇士璇 倒入地下桌 右手擺進兩分 你看他舒豪 這邊沒有人 喔喔喔喔 Cose to close直接上籃 居然沒有人去 24比9 這一次林舒豪 沒有再錯過分數 而且以現在的這個籃球風氣來說 其實現在的回合數打得非常快 非常多 哇 溫德 守住了這一球 來看一下前面的快攻林舒豪 地板球抓到了王立翔 就是來自林舒豪的助攻 王立翔分數加2 最後被後面點了一下 人數上面的優勢 來看一下鋼鐵人的處理 最後是林舒豪 all the way自己上籃得分 不讓林舒豪可以輕易來執行擋拆 這個追防 吹了曼妮高的犯規 來看一下重播 喔 可能是在下手的瞬間了 下手的位置 哈哈 現在曼妮高跟林舒豪 滿有聊的 哈哈哈哈 這個 滿少見的 而且還有說有笑 哈哈 兩個人在比這個動作 哈哈 哈哈 今天苦足凱彥 上半場就五次犯規 林舒豪的手上這邊 應該是有流血的狀況產生 嗯 按照規則來講 只要有流血是必須要強制退場來止血 這個流血的部位可能不是很明顯 但是有一個出血的狀況 應該在他的手指頭關節的部分 對 對 大家看有沒有止住 嗯 但是只要一流血 他是場上的球員 就是必須要來強制換人 對 沒錯雙 就是有一點點的血 然後他們就是 全就是 他們全對告訴裁判 嗯 我有一點血 然後就 不要我發球 啊 所以 所以就是 我 對 別 我不用說 更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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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